教宗本独十六致函再俗献身团体大会 勉励他们以基督为坚定根基 怀着爱德拥抱伤痕 教宗也致函夫妻灵修运动圣母团成员 要公教徒夫妇做教会笑容可居的大使 台北首次举办茶经大会掀起独经热潮 欢迎收看教会透视 我是你的主持钱璐玲 7月26日天主教在俗献身团体 在意大利亚西西召开大会 教宗本独十六致函大会 赞扬度献身生活的人 是具备深远眼光和做善表的人 在信函中教宗指示在俗献身团体应当关注的三个特殊领域 第一是与天主的爱相愈合 全然的奋献 第二是灵修生活中要有将每件事都带到基督面前的要素 并从祈祷与聆听天主圣言中获取养分 第三是培养希望与信心的教育工作 这样可使平信徒与神职人员有能力回应今日复杂世界的挑战 并在圣言的光照下行动 教宗因此勉励在俗献身团体 致力建设公益 随时准备好投入生活 跟随圣神的带领培养洞悉未来的能力 坚定在基督的根基上怀着爱德拥抱世界和教会的伤痕 夫妻灵修运动圣母团于7月21至26日 在巴西巴西利亚城举行了第十一届国际会议 与会代表超过七千人 夫妻神修运动圣母团由法吉斯多亨利法拉雷于1939年创立 已有73年历史 在开幕礼上宣读了教宗的来函 教宗不回避当今婚姻及家庭生活被俗化思想所困扰带来的问题 鼓励公教徒夫妻面对这一现实 以夫妻恩爱 父慈子孝的天伦之乐来宣扬婚姻生活的基本真理 以及其深刻意义 教宗指出 这个理想似乎很高 但正因为如此 圣母团的成员能做的贡献 不仅是鼓励夫妻善尽盛事 更要为公教徒夫妻的灵修生活提出简明具体的建议 教宗特别提出一项建议 就是做下来的本分 换句话说 就是夫妻二人要保留定期交谈的时间 在交谈中倾心吐露以及聆听婚姻生活上出现的问题 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难以补救的分离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亚洲地区 7月21日 台北总教区举办了首届茶经共荣大会 经过三小时激烈竞赛后 胜出两队 参加明年在嘉义市举行的全台茶经大会 大会希望借此机会掀起教友间读经的热潮 以改变台湾民众认为 天主教徒只会念经 基督教徒却会读经的印象 这次比赛由圣经协会举办 在天主教禁修女中举行 有20队共150人参加 参赛者中有90岁高龄的老人家 也有只有12岁的小孩子 会场里 青年人用平板电脑阅读圣经 年老者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看着经文 非常有趣 台北总教区洪山川总主教也特别抽空前来鼓励 这次的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